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未回顧昨天賽事提供心緒之前 先分享一宗重磅消息 這個重磅消息就是蘇永倫已經證實了 他不能夠參與今個星期日 在香港展開國際賽 主要原因是馬偉說今天蘇永倫接獲通知 他收到衛生署的電話 或者要求他要繼續做更多COVID-19的測試 在現階段未完全清楚 他是安全的 所以他要做更多測試 而這些測試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完結 所以馬會經過多方面的考慮之後 就決定這個星期日 蘇永倫是不能夠拆其上身的 應該都明白 因為其實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測試成功 你又不能夠去做神科 那星期六十二點之後已經是受注 所以更多情況不能拆到最後一刻 你才決定蘇永倫 會不會是星期日12點才決定呢 不行的 因為星期六十二點開始已經是接受投注 所以根據更多的諮詢之後 馬會決定蘇永倫 當然其實對香港的國際賽也有少少失色 其實今年是很困難的 會搞得到 當然現在有少少缺陷也沒辦法 那就要看看蘇永倫有四筆座期 國際賽座期 現在益了誰 看看逆配 很好馬轉了何宅堯 都正常 不過這隻馬應該沒什麼機會吧 下估計 標之智能就益了八度 但標之智能 田泰安我想現在鼓起泡衰 準備自己邪有色無油前線 鼓起泡衰 但今次標之智能的檔位又差一點 有辣有不辣 檔位差一點 迫著他留得較為後 這隻馬留後 可能會有連一番警場 看看巴道是否冷手 撿破熱尖堆 第七場重戰火星 轉了莫雅 始終蘇永倫和他都很好拍檔 看看莫雅 昨天大家看到他的狀態不太好 第八場 潘頓就開心了 起碼有隻馬跑一下 才八隻馬 朴素無華有隻 跑一下 潘頓騎上去 不知道什麼事 什麼事都可以發生 我覺得潘頓拿著 無緣無故撿死雞 有這隻 都值得留意 我覺得樸素無華 其餘座騎都更換了 其餘座騎 還有五匹 大家都想看看蘇明倫 在香港跑的 我想都很精彩 到時有四個法國騎師 在香港 蘇明倫 巴道 彭國連 和何永年 本來這星期日還熱鬧 布達德又在 所以 現在沒有這麼熱鬧 沒有了布達德 這兩隻馬膽 第一隻 三場追風企足 3.2倍 第一 第九場 九保 4.7倍 第三 可以說一下這兩場賽事 三場追風企足 我是拖 這兩場賽事 拖 戰馬追城 快步速 還有一隻海盜財子 海盜財子 軟鱗二位 跑不出水準 那 追風幾中 其實莫來拉 跑得都 挺好的 其實有少少差異 就是他轉彎 入直路 不是拿裡面 他拿中外 當上順衝 那結果這隻馬 當然這隻馬 就細細粒 容易操控 這隻馬 很容易捐到位 如果你是大份馬 這隻馬真的很適合 就派入法會局 細細粒 而捐到位 捐到在站根最醒 和安定帆城中間 一打開 就衝過了 所以表現得很好 這次比較持發力 那段力就剛剛好 贏得很清楚 下次谷彩650再看 相信都 52分 都留在四班 下次谷彩650 莫來拉 當位正常的 可以再留意 我覺得 當然 到時是什麼 比較重磅 他比較小 要再留意一下 順利中了 接著就要看看第九場 第九場就是九寶 跑這場之前 我都有點硬 因為莫亞本身的狀態 比較差 第八場呢 押完地之後 六七八九場 很明顯 中外檔直路 中外檔的場地 比較好充 少少 那莫亞的第八場 平常心選擇捐到 裡面 我想他是有機會拉出去 中壇速 但莫亞平常心 就繼續 穩守回到直路裡面 所以是比較蝕 場地 所以到第九場 一來 怕莫亞的狀態 不太好 二來 怕莫亞又在裡面 就死定了 那隻狗譜 不過幸好 莫亞都懂得 在中壇走 追回來 第三 包庄永旺 不過這件事也跑得好 一旦 一旦 進入直路 都拿了中壇衝 都醒目了 不過蕭耀自在 梁家俊又是發揮得相當出色 拖了這條Q 不是 那就爽了 因為我這場九步拖 包庄永旺 用晚神區 翠龍 這條PQ有 94元 我條Q是28倍的 28倍 94 如果 成為102 37.5 和25元 就爽歪歪了 我的粉絲 不過現在 中1Q 2PQ 過落 1個PQ 其實都有賺的了 那些朋友 所以都恭喜 先 如果大家 我昨天都繼續收到一些 大家的心意 在我PayMe和轉數快的二維碼 其實都 我知道很多朋友 追看這段影片 都長期買了 二穿三 QPQ 拿我一拖三 一拖三 QPQ 所以 很多朋友 這兩次都 中得不錯 都 有少少打賞 多謝你 在這段影片裡面 感謝你 先 大家知道他手碼 其實 在講國際賽 那幾場 不要講其他一場 軍達星 本來是地獄火 都問好了 軍達星 時而精彩 其實都挺牙煙的 時而精彩 到時再看 看臨場 跟著美麗全城 三檔都好跑 但是 都是很牙煙的 現在有一隻 可能有點點綴 如果不是 整個國際賽的日子 將會是比較差一點 在國際賽的四場 本來只有三場 現在有四場 他就遞前發威 昨天他其實都表現不錯 但頭兩場 1.5個冠軍 至少 信心滿滿 千里盡區 然後健康再不好 成材都跑得好 看到這個 也有說 這個也有少少破冰 他跟苗麗德 因為 根據南華早報說 他說 首先 第一 潘頓贏了 有五十萬獎金 而今季新設的 國際賽級 少少勝賽 連馬斯來講 拿得最高分的 都會有獎金 苗麗德拿到二十萬 因為他贏了一隻貫布區 以及這隻健康帳目 潘頓當然會搞氣氛 拍頭馬照的時候 和記者拍照 抱一抱 苗麗德 潘頓一向都會搞氣氛 上當年 偉達在快活谷 殺科戰的時候 都幫偉達插鞋 所以 搞氣氛這些事情 你不用擔心潘頓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 他說 The two were very amicable pre-race 就是他們都 說得好像沒有什麼面左左 都幾和諧的 pre-race 就是在賽前 那麼 苗麗德 他說 In closing stages 就是在最後直路階段 呼喚 GOSAC 就是 上下潘頓 這樣的意思 然後 BOTH SMILE IN THE WINNER CIRCLE 我們在電視鏡頭看不到 BOTH SMILE IN THE WINNER CIRCLE 就是說 大家在這個 拍頭馬上 那時候 那個位置 大家都有戴著眉笑 可能大家都戴著眉笑 不過不是互相對望的 那些 然後大家 那些攝技 都非常之 非常之 歡迎 大家 然後就 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 給他 那 潘頓又 又擺了姿勢 有請 苗麗德 這樣 又擺到姿勢 拍照 所以潘頓 就 懂得搞氣氛 他這個人 穿穿工 但是懂得搞氣氛 然後潘頓就說 那些人問他的時候 他說 Dad was happy Dad 即是說 老爸Happy 即是說 He has invited me around For Christmas Turkey 應該吹水 他說 他邀請我 聖誕一起過 可能是 火雞 我想 這樣 潘頓就 昨晚表現精彩 看看是不是 一個 叫做 一個反彈 你說如果 星期日 你說兩件事 看看 這個是不是一個 轉捩點 你說他追不追到 茉莉拉 我覺得追不到 但是 起碼整個人的勢 再重新一點 潘頓 那麼 他會不會 跟梅里德 會開始 少少合作 說真的 一隻半隻 開始 留意一下 跟著 潘頓 如果你說日朴數目 跑得好 你不要說贏 跑到三甲 即是人的運勢 回來 那就好看很多 不是 經常見到潘頓 天天賽馬頭條 跑完之後都說 潘頓得一 win 潘頓 只贏一隻大熱門 潘頓 不知道連輸幾天大熱門 有什麼意思 看賽馬頭條 看看怎樣 上次我講一下 蓮蓮歡樂的馬柱 跟大家說 大家如果知道 劉泰君先生 蓮蓮歡樂的馬柱 其中一個馬柱 我找出色粉系 色種 然後有些是劉泰君醫生 原來不是同一個 劉泰君醫生和劉泰君不同 在馬會那裡 劉泰君醫生 有個馬迷糾正我 Ringo Lau 多謝你先 不是糾正 其實我是查詢資訊 即是有人回覆我 在YouTube那裡 我再說出來 他就說 劉泰君醫生 以前根據Ringo Lau的資料 我上網也查過 就是沙士英雄 他曾經為沙士付出過很多 劉泰君醫生 這個就是當年香港的沙士英雄 這個另一個劉泰君 就是做 這個真的根據Ringo Lau 這個我沒有查 就是做塑料的事情 做塑料生意的事情 就色種系 大家明白 為什麼工程塑料色種 這些都是一些chemistry的事情 就是化學 化學、塑料的事情 都對的 就是看他的馬名 那個系都知道 那蓮蓮歡樂 他是其中一個經理人 我想是那個團體 多謝那位網友的留言 差不多了 高出賽馬上次都預告了 今次國際賽 都十場又四場沒有了 剩下六場 勉強選又沒有了 我留待下一次再做 高出賽馬 所以高出賽馬會連續 沒有了兩期 因為國際賽 和賽期的關係 不想勉強選高出賽馬給大家看 所以就下期開始再給大家看看 到最後了 大家知道了 我在另一個渠道 都會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十五分钟前 都會說二二八八馬 預計集前六飛馬 場地形勢 輪拳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一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Facebook page Net Channel 塑料的賽馬 給我繼續傳訊訊息 或者來到我自定post留言 盡快回覆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希望大家可以來到我 Youtube頻道 Net Channel 塑料的賽馬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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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訂閱 或者按一下鬧鐘 按全部 我所有新片 都有一個通知 或者Notification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黃泰 按消え 床